你瘋狂的? 首先我們看到Novacore的飛船 所以意思就是說他已經先挖到了美國土壤了 歡迎來到88研究室就這樣看電影 大家好我是John 又到了每週更新漫威影集的時間啦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What If第二集 如果T'Challa變成了星爵會是怎麼樣呢 當然這部影片會包含濃濃的爆雷成分 好消息沒有Disney Plus的朋友呢 11月就會有Disney Plus喔 只要再等兩個月再來看這部影片也不遲喔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有輕鬆娛樂的方式 分析電影細節跟彩蛋 尤其是Disney漫威DC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們TEEPER88研究室 首先要講的呢 就是這一集其實是已故的 Chadwick Boseman 他在生前的時候已經預錄了這個影集裡面的配音 所以也算是他在漫威最後的作品 那動畫中除了Pety Quill之外 基本上都是電影演員自己配音 像是Yondu、Nebula、薩諾斯、Ego等等 動畫的一開始 再次看到觀察者 Watcher Watu 在說這個平行宇宙的故事 上次有提到 觀察者 Watchers 是很巨大的古老外星人 專門會記錄各個平行宇宙發生的事情 但絕不可以干涉 但是我猜他一定會干涉 WOW I did not see that coming 順便一提 當他在觀察的時候 看起來反而比較像是漫畫中的 Eternity 永恆 就是一整個宇宙的個體 那我不知道這個算不算是一個彩蛋 因為真正的Watcher 其實不是長這個樣子 影集的一開始 我們來到了Morak星球 跟星際異攻隊1的畫面一樣 連坐標都一樣 偷東西的星爵 被Korak數字 但不一樣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宇宙的星爵很有名 而追尋者 加羅斯、Korak 也是星爵的粉絲 但有一個名字 你可能會知道我 喔 星爵 星爵 我是你的工作人員 嘿 你知道嗎 有一個名字 你可能會知道我 星爵 誰 這個宇宙裡的星爵 是一個很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一位Legendary Outlaw 跟原本的星爵完全相反 也是原本的星爵一直想要的頭銜 結果在這裡變成了真的 星爵 星爵 Legendary Outlaw 是 星爵 Legendary Outlaw 那在這裡則作業是 T'Challa的星爵 他的衣服是深紫色的 跟Peter Quill的深紅色不一樣 因為黑豹裡面就是黑色跟紫色 這裡Korath看到偶像很興奮的說 我們應該要抱著嗎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抱著 那這個呢也是在呼應 無限之戰的時候 美國隊長一群人來到了Wakanda 這個時候班納博士很緊張的在問戰爭機器說 我們需要鞠躬嗎 我們應該要抱著嗎 對 他是個王 Korath有稱讚星爵 很謙虛 還說Star-Lord應該是一個爵士吧 因為lord就是爵士的意思 但T'Challa卻回說那只是一個稱號而已 不是真的 個性也跟Peter Quill完全相反 就是他是一個很謙虛的人 然後人很好 當然你會很愚蠢 經典的星爵 比較好分辨啦 就是星爵就是星爵 還是Peter Quill的星爵 然後T'Challa的星爵叫做T'Challa Lord 地察覺 T'Challa Lord對外面的人說 略奪者絕對不會單獨行動 那這個跟之前Peter Quill 總是單獨行動 還被Yandu罵是不一樣的 Yandu的殺人招式跟電影裡面是一樣 Yandu說 如果是以前的話 一定會把這顆球賣給出價最高的買家 這是星際移動隊1裡面他們會做的事情 T'Challa Lord回 如果是以前一樣的話 你只會有你一半的牙齒 因為在電影裡面他們的牙齒都很亂 然後來一個題外話 演員Michael Rooker 在被訪問的時候 有時候那些假牙套真的很厲害 不會影響到他們講話 但是他完全不能吹口哨 所以對他來說 他需要重新學怎麼吹口哨 所以我們在電影裡面啊 還有包括影集裡面 那些口哨的聲音 其實都是他自己吹的 T'Challa說要用這顆球去幫助Craylorian 去拯救快要死掉的星球 Craylorian呢 就是在漫威宇宙裡面粉紅色皮膚的人 收藏者很喜歡用他們當助理 Peter Quill曾經也睡過一個 順便一提Michael Rooker 最近呢有被Entertainment Weekly 就是美國的一個媒體訪問 首先他說 能讓Yandu復活讓他感到很開心 還開玩笑說 想不到吧我回來了 而且在卡通裡面 我看起來比真人還要好看 當他被問到有沒有機會 跟Chadwick Boseman合作的時候呢 他說因為時間跟製作的關係 其實他們沒有一起合作過 當然為此感到很可惜 但是在動畫裡面 可以看到兩人的互動 對他來說是非常美妙的 然後他有說 這個動畫可能對一般人來說 就只是一個動畫 但是呢 這部動畫裡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層面上的意義 那我是覺得他的意思比較像是 這是為了紀念 Chadwick Boseman所留下來的作品 Yandu跟T'Challa 上太空船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在星際異攻隊1裡面呢 星爵太空船叫做Milano 這個名字也是來自 星爵小時候迷戀的演員 Alyssa Milano 也就是影機聖女魔咒Charm 演出三妹 Phoebe Halliway的演員 在2000年的時期 她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女演員 我小時候超級喜歡她 因為她真的很美 但是在What If裡面呢 T'Challa Lord 她的太空船叫做Mandella 那這個名字呢 我們覺得有兩個不同的意思 第一個呢 當然是因為T'Challa 可能是很尊敬Nelson Mandela 解放者曼德拉 他是一位解放南非 突破種族騎士 帶著南非邁向自由的偉大政治家 第二個呢 可能是在暗示 曼德拉效應 Mandella Effect 那這是一個都市傳說 很多人在2010年的時候呢 突然間 在網路上發文說 欸 曼德拉不是已經過世了嗎 在80年代的時候 當然呢 比較科學上的解釋呢 就是這些人 可能就是80年代的時候 Mandella比較有名 然後那時候他們聽到這個人 然後就以為他已經過世了 大家都在紀念他 只是記憶搓亂而已 但是都市傳說的成分呢 其實是說不定 這些記得Mandella在80年代已經過世的人呢 是從另外一個平行宇宙來的 我覺得我可能也是 因為我記得 小時候的我的人生裡面 就只有小叮噪跟阿福 沒有哆啦A夢跟小福 觀察者有解釋 為什麼T'Challa會是星爵 他有說 那Down to Earth呢 在這邊當然 最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在地球上 因為T'Challa真的是住在地球上 所以他們來到了地球 Down to Earth 在英文裡面是形容 他很老實 他很穩重 他是腳踏實地的人 所以我們在用這個解釋人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 Oh I'm a down to earth kind of guy 時間來到1988年的地球 Wakanda 小T'Challa會被帶走 主要是因為 Yandu沒有自己去地球找人 反而是讓Craiglin 跟Tazer Face去辦事 他們就是星際異攻隊2裡面的角色 但他們根本分不清楚誰是誰 耶耶耶 我覺得他們好棒喔 因為他們根本不會看膚色 就是他們完全不會總出其事的意思 那為什麼會抓錯人呢 Craiglin有提到 他來到地球 是為了要找非地球的物質 非地球的人類 所以他們來到了Wakanda 因為那邊有很強烈的 非地球物質的顯示 A meteorite made of Vibranium The strongest substance in the universe struck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在我們影片接下去之前 你有沒有很羨慕 星爵他們可以到外太空 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其實如果我們用VPN的話 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只要在家裡 就可以到很多不同的世界去 我們只要有Express VPN 就可以讓我們跳到3000多個區域 涵蓋94個國家的伺服器來上網 就好像我們在虛擬出國一樣 不管到哪裡都可以切換 讓我們看到不同的內容 Express VPN除了被公認為穩定度最高 速度也是號稱VPN裡面最快的 還擁有最頂級的安全防護措施 對我們的上網行蹤進行加密 所以駭客或是惡意程式 都無法盜取我們的客資 也無法追蹤我們的上網習慣 最厲害的就是 Express VPN支援手機電腦平板外 操作也很簡單 只要選好地點 按一個按鈕就可以簡單開啟 很多用戶都說 用過以後就回不去了吧 非常好的呢 其實他們也有30天的免費試用 只要你是我們88研究室的觀眾 點我們下方資訊欄的指定連結 訂購一年方案 會直接再送你三個月免費喔 想要試試看的配合趕快點連結購買 好那我們回到影片 來到了20年後 也就是2008年 他們一行人來到了Iron Lotus 這是一個夜店酒店的地方 也是星際攻隊2 央賭碰到史特隆的地方 這個時候Korak問他們最喜歡的事件是什麼 這裡有提到Tarnax 4 他們偷了中央銀行的事件 那這個Tarnax 4呢 是斯克羅人的首都 在漫畫中這個首都其實有被Galactus 行星吞噬著給吞掉 接著秘密入侵 Secret Invasion就發生了 所以我不知道 他們在這邊提到這個地方 會跟之後的應急秘密入侵有關嗎 一旁有個女生說 那次的行動幫Craiglin付了牙齒的錢 再次回顧 在星際異攻隊裡面 他們的牙齒真的都很爛 接著我們在舞廳裡面看到 星際異攻隊2裡面出現的女機器人 來到了霸台看到了Drax 他對Tachalord說 謝謝他拯救了他的星球 沒有被克里仁侵略 所以老婆跟女兒都還活著 這個跟電影是相反的 順便一提 這邊的Drax不是David Batista配音的喔 David Batista有說 他沒有被邀請到What If裡面 他又感到被忽略很難過 然後目前為止我們知道呢 就是他在演完星際異攻隊3 還有星際異攻隊聖誕節特別節目以後 他就不會再出現了 Nebula出現身體也沒有被改造過 應該是因為薩諾斯被屈服了之後 沒有讓姐妹們對打了 但是Nebula還是不喜歡薩諾斯 Tachalord有說 你知道他現在是在種花的嗎 呼應無限之戰 最後薩諾斯退休變成了農夫 Nebula提到要去找Embers of Genesis 但這個不是漫畫裡面的東西 這個是影集裡面自創的一個物質 他沒有解釋這個物質的能量 是來自古老的超新星 可以讓隨便一個星球變成可以居住的星球 只要不到30克的這個物質 就可以讓一整顆星球充滿了生命 可以解決全宇宙的飢餓問題 但是呢 他們要先從收藏者的收藏者手中取得 那這邊有提到 收藏者在薩諾斯退下了之後 變成了宇宙的黑幫老大 他的身體也變得超壯 就跟那個Ryan Reynolds一樣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呢 就是Craiglin這個時候又加了一句 T.Y.I. The Collector does not offer dental 意思是收藏者不會給員工加保牙齒保險 好那這邊解釋一下為什麼 牙齒保險很重要 因為在美國其實是沒有健保的 所以我們去看醫生的時候是非常的貴 所以找工作的時候呢都會特別注意 就是他們有沒有幫我們保險的福利 那有牙齒保險的話 就是我們看牙齒會比較便宜一點 然後他會付可能一年有兩次洗牙這樣 不然就是全部都要自費 就是台灣的價錢直接變美金 他們決定要去找收藏者偷東西的時候呢 聽到了 這是死亡的T.Challa 誒 錯了 這是死亡的 Yung Du對T.Challa說 他知道他們要從有錢人那邊偷錢 去照顧窮人 但他記錯了 把Robin Hood 羅賓漢搞錯成Robin Leach 那Robin Leach呢是一位 已故的知名娛樂主持人 最有名的就是1984年到1995年 他所主持的 Lifestyle of the Rich and Famous 就是要讓大家看到有錢人 名人他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 就是開箱他們的家還有他們的人生 其實就是一個炫富的概念 Nebula 在討論計畫的時候 跟終局之戰討論要偷寶石行動很像 他們來到了收藏者的地盤 跟新經濟隊伊利一樣 在Nowhere 死去的天神族頭顱 收藏者Collector 請來了原本的薩諾斯部下 The Black Order 來當他的保全 當收藏者笑Yung Du他們變了 沒有以前那麼有趣的時候呢 Yung Du有回應 We went straight and I got square 當你說這個人很square的時候呢 就是他很正方形的時候呢 其實是代表說 這個人很難搞 他的個性啊就是毛很多 很多邊邊角角的 就像正方形一樣 所以這個人很square呢 其實不是一個好事 很古板不容易變通 T'Challor 在找東西的時候 經過了 經濟義工隊1裡面出現過的 太空狗狗 Cosmo the Space Dog 在漫畫 新經濟義工隊裡面 他也是一個成員 而且就在Nowhere 當保全隊長 不過在現實生活裡面呢 其實這個是在紀念一個 真正的太空狗狗 叫做Leica the Space Dog 他是1957年 俄國 也是當時的蘇聯 送到外太空的第一隻狗狗 同時也是第一隻被射到外太空的生物 但比較悲劇的是呢 當時這隻狗狗 去外太空的時候 其實是單程旅行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回來的機制 然後蘇聯呢 當時為了面子 他們有說這隻狗狗 繞了地球很多圈啊 他活了6天還是7天 都還活著這樣子 但是到了1993年的時候呢 當時的科學家才公布說 其實那個時候 他們故意掩蓋事實 Leica呢 其實他在繞地球一圈之後 他的艙裡面的溫度 就提升到了90度C 他基本上是被烤死的 然後他的太空船 繼續繞了地球 一直繞了很多圈 繞了5個月 所以他就帶著他的實體這樣 一直繞一張的 但當然他對人類的太空貢獻 非常的大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有把資料傳回地球 然後現在也有他的紀念碑啊那些的 但我是比較喜歡他在漫威裡面的故事 就是Cosmos Space Rock 因為他故事一樣 他到了外太空之後 他卻是被外星人帶走 然後就活得好好的 然後在Nowhere 然後加入星級共隊 然後在What If裡面呢 當然我們最後有看到 他又被T'Challa他們帶走 希望Leica在平行宇宙裡面 也有這樣子的待遇 除了狗狗之外呢 我們有看到 暗黑精靈 接著是Howard the Duck 又出現了 他給了T'Challa一些指示 Take a Louie at the Frost Giants Take a Louie at the Frost Giants Take a Ralf at the Cronons You gonna see a sight for Elvish literature ignore that Total Snoop 意思是左轉跟右轉 那我稍微調查一下 有一個網友有說 據說60年代有一位叫做 David Ralph Lewis的人 很愛偷車 飆車 跟刻意翻車 他就是一個非常瘋狂的人 然後他在27歲的時候 因為癌症而過世 之後呢 世人就開始使用 Take a Louie 或是hang a Louie 是左轉 然後hang a Ralph 是右轉 然後Do a David 就是直走的意思 好 回到影集 接著霍華鴨就去喝酒了 然後我們看到 調酒的機器人 是出現在 蘇爾山裡面的機器人 我們看到The Charlord 來到了停機室 看到了很多太空船的彩蛋 首先我們看到Novacore的飛船 再來是羅南軍用的Necrocrack 還有The Commodore 就是Grandmaster的船 接著是神盾局的Queen Jet 跟看起來好像是 蟻人裡面有出現的量子船 Quantum Round Vehicle 但是最怪的是 為什麼後面那一架 看起來那麼像 星際大戰裡面的X-Wing 為什麼會有X-Wing在這邊呢 溜進來 再來我們發現原來Wakanda 也有研究出太空船 是因為T'Chaka想要找兒子 也讓T'Challa Lord 很生氣的問Yandu 為什麼要騙他自己的家鄉被毀了 Yandu說 - 時常你需要聽謊 去看真實 - 你就像我T'Challa 那這個我們一樣的說詞呢 在星際機攻隊2裡面 他有對火箭碗熊說 - 因為你是我! 被收藏者抓住的時候呢 T'Challa說了一句很動聽的話 - 從哪裡來的 歷史上沒有看過 那就是一段反奴隸的話 但是也感動了Karlina要來幫他 那我們在星際機攻隊1的時候呢 就有看到Karlina一直都不喜歡收藏者 最後跟收藏者對打的時候呢 他戴著一個石頭手套 他有說 這是從一位畫很多的Kronin石頭巨人那邊砍下來的 這個應該就是在說叩格吧 - 你不用怕了 - 除非你用刀剪刀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收藏者的裝備 手背上的遙控器有點像驚奇隊長裡面克里人的科技 背後我們看到收藏者有美國隊長的盾牌喵喵槌 還有一堆武器 看起來跟索爾3裡面比賽用的武器很像 - 它會撞我了 - 喔我的天啊 - 它會撞你了 他後來拿了一把暗黑精靈的黑暗物質匕首 接著是戴上了海拉的頭盔 用來召喚Necrosword 好那我們來討論一下 所以在這個宇宙裡面呢 收藏者有先挖到了美國隊長 他拿了他的盾牌嗎 因為在我們原本的宇宙 美國隊長是在2011年的時候才被挖出來的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時間點就是2008年 然後他就有美國隊長的盾牌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已經先挖到了美國隊長 然後再來是喵毛槌 意思就是說他把阿斯加整個毀掉了嘛 然後從索爾那邊拿到他的槌子 然後接著他應該是要先把奧丁幹掉 以後放出海拉 然後再幹掉海拉再拿他的頭盔 所以阿斯加人應該已經也全沒了吧 然後再來就是最後一個小點 就是我們在太空船那邊有看到 Grandmaster宗師的太空船 然後也看到宗師那邊酒吧裡面的機器人 所以意思就是說 收藏者也把宗師那邊的人幹掉了嘛 所以真的不能小看那些肌肉 逃跑的時候 莎諾斯說他不是瘋子 只是瘋狂 因為他的綽號就是The Mad Titan 瘋狂的泰坦 不瘋狂 瘋狂 最後Nebula撒了一點物質 進了黑曜獵手Cole Obsidian的嘴中 讓魔鬥生長 傑克這件太神奇啦 順便一提最後的片尾畫面 有看到諾威爾最後變成了這個樣子 Yamdu跟T'Challor用了類似Get Help 跟鋼鐵人偷寶石的方式 把收藏者關了起來 -有想法嗎? -有手指的 -誰是指的? -你就是 -因為你跟我說的 -我們不是在做Get Help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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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ió puedo 最後被自己抓來的收藏品儲制 那這個樣子其實也讓我能夠想到 索爾3最終是被那個星球人抗議包圍的樣子很像 然後T'Challor回到了薫庵田 在慶祝的時候 薩諾斯還在討論自己的彈指計劃 Quiglin在討論經過跳躍點的時候臉會歪掉 但是還沒有結束 因為最後呢 我們來到了一個 Dairy Queen Dairy Queen在美國是一個快餐店 然後在那邊我們看到的 Peter Quill 然後他背後出現了他老爸Ego來找兒子 然後這也是暗示之後可能會發生一個很大的事件 好啦 那這一集就這樣子結束了 如果我們仔細看的話 其實會發現 T'Challa對周圍的人都非常的好 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其實也是在影射現實生活中 Chadwick Boseman 他也是一個對人非常好 然後也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 所以最後的畫面呢 也是獻給他 紀念他 當然這也不是他最後一次出現 因為據說他有錄了四集的What It 所以接下來我們還有三次看到他表演的機會 不知道其他三集會不會也都是T'Challa的方式出現呢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你覺得T'Challa跟Peter Quill變成星爵的時候 為什麼差別會這麼大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喜歡我們888就是就這樣看電影的朋友 歡迎訂閱跟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大家有看到這個可愛的Funko嗎 這是Funko Pop 有沒有很可愛 這是T'Challa Lord Funko Pop 喜歡的朋友可以到我們簡介 看到AsiaGhost網站 也是震光玩具 就可以購買Funko Pop喔 歡迎來到正面大叔側面基督 大家好 我是Joh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不要絕望 永遠都有第二個選擇 T'Challa 這裡示範了我 還有一種方式的資料 有些時候在你身上的監獄 就是很好的議題 我們在影片裡面呢 有看到T'Challa 他有說 在看這一段的時候呢 其實我也很想跟大家講說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可能對於某些事情 覺得很絕望的時候呢 是我們一直都只是看到一個方向 但其實真的不只是這樣 就是我們永遠都有另外一個選擇 我們永遠都可以做出其他的決定 我差不多25歲的時候 我爸突然間跟我說 我們家裡欠了一屁股債 要我去還錢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把我所有的存款都給了他 然後自己就過得省吃鹼用的生活 然後過得很痛苦 只是我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如果一直把我自己的東西分回去 我們家可能全部人都會沒有錢 因為我朋友這樣說了以後 我真的靜下來想了一下 然後我就賭了 然後我也做了一個我不會後悔的決定 就是投資在我自己身上 我自己的一個故事呢 就是在我25歲的時候 某一天我爸突然間打給我跟我講說 家裡需要幫忙 他還不出貸款 就是我們台北的家 整個就是房子拿去抵押 然後沒有貸款 如果不還的話 我們就沒有地方住了 他們沒有地方住啊 我那時候是在美國 嚇到我就天啊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我所有的存款就還去了 每個月每個月都要給錢回去給台灣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維持了一年多以後 我朋友就看不下去 他就跟我講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那最後呢當然就是 家裡的事情就有解決了 之後我就說適可兒子 我要把錢投入在我自己身上 然後賺更多的錢來才可以養家 一直把錢給家裡 這是我唯一的解決方式的話 我們全部人都會非常的慘 萬一真的發生了什麼事情 沒有預備金沒有什麼的話 其實每個人都完蛋了 所以至少要有一個人好好的過下去 就是我發現的第二條路 這個時候呢我的建議是 請大家多試試看一些不同的方式 一些有創意的方式也可以 大膽的去試試看 因為你已經知道我最慘的就是這樣 有可能你覺得錯誤的路 才是對的路 因為對我來說 當時停止給家裡錢是錯誤的路 但最後我現在回頭看 我覺得那是我做最對的選擇 所以有的時候多試試看 然後多想想遠一點 不要絕望不要卡在原地 我們永遠都有其他的選擇 對不可能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好啦那今天正面大叔正面基督就到這裡 我們禮拜天晚上六點就這樣 我自己的頻道都會有更新類似這樣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朋友歡迎來訂閱 我們禮拜天見囉掰掰